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我其實 不知道自己在拍什麼 但首先要有一件事 我首先要說 我想show我這條鏈 這條鏈是我的 好好的朋友送給我的生日禮物 它寫著 哎呀哎呀 Friends forever They have forever friends 有個 infinity sign QQ 你現在知道我戴了這條鏈 還有現在我戴另一個 就是 這個耳環 不用這麼close 大家的耳環就是我另外一個 好好的朋友 好幾年前送給我的 今天就戴了朋友送給我的 講什麼好呢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Let my heart tell you what I want Don't let your mind Fall up Don't let your mind Take over your life Take over your life Follow your heart And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Let your heart shine Let your heart be who you are Don't worry about the little things Just focus on get your heart Just focus on get your heart Please you too And you'll be alright And you'll be alright Ow my jaw just cracked Beatm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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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寶刀未留 好厲害 還好厲害 真的 好厲害 哈哈哈哈 今天想跟大家說 什麼呢 啊 不知道 啊 我只是知道大家很喜歡聽我的話 因為在很多的留言 大家都說很喜歡我講廣東話的時候 廣東話的時候呢 你就說我講話很有誠意 是嗎 很真誠 那說英文的時候呢 你就說 好啊 好什麼啊 啊 很有energy 還是你們透過我這個頻道 去學廣東話和英文去 那我想不想說其他語言呢 好 好 講一下長大 關於長大 那現在很幸運 可以經歷到三十八年的年份生命 學了什麼呢 就是做人不要這麼認真 知道嗎 尤其是呢 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樣 大家其實 一樣的 真的沒有什麼特別分別的 我們一定在人生裡 會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 或者一些人 你會覺得 有沒有搞錯啊 或者是 有些人呢 你會覺得 為什麼這樣呢 為什麼 不公平的 不順利的 為什麼這麼多誤會的 或者為什麼這個人會 挑剔你 或者好像傷害你 一定會遇到的 一定會遇到的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各自自己的一些 治療的事要做 我們各自的一些 背景 各自的一些 成長的 故事 背後的 影響到我們 現在大了之後 就一輝一輝的 飄出來 那呢 我又說什麼呢 我意思就是 其實我曾經都遇過我拍戲的時候 很不開心的 即是有時候 你不是 有時候 我曾經都遇過一些人 可能會 令到你很難受 或者令到你很失去信心 或者 甚至是有一點點 bullying 的 的一些 的 的 的 感覺 那 以前的我呢 我不會處理的時候 我會很被影響 我會不斷想 不斷想 想辦法 怎麼去 怎麼去 解決這個問題呢 或者 怎麼去跟他反應呢 或者 怎樣去 confront他 導致他可不可以停止呢 即是不要再傷害我 或者 即 be mean 那 但我現在學到一樣 就是 the best way to solve 這些人事關係 或者 人生事前的關係 就是 很厲害 記得 寫下的 拿一支筆 我等你 拿一支筆 就是 Do Nothing 明白嗎 是不是很厲害 真的 有時候有很多事情 你是解決不了的 而且有時候很多事情 你要明白就是 什麼呢 你遇到一個人 他不喜歡你 他要挑剔你 他要找出你自己不好的東西 或者作故事 去frame你的東西 這個是他自己的 own story 這個是他自己的一些問題 你 Don't Don't own it 你不要 你不要 你不要抱上身 他對你的故事 因為這個是他的故事 還有你要知道 有時候你花這麼多心思 你回家 或者是 在現場的時候 你去想辦法 你其實只是折磨自己 你不是折磨他 他也沒有被折磨 是你自己折磨自己 所以我們一定要不要這麼傻 我們不可以折磨自己 還有我們不可以拿別人的重擔 是不是重擔 就是一些 baggage 的東西 或者他自己的 story 的東西 去放在我們那裡 因為其實我們 我們要留回我們的空位 去給一些好的東西吸收 我們不要拿別人的不好的東西 那 我覺得這個是最好的方法 就是 不要confront他 不要理他 其實 很奇怪的 你越比反應人 那個人其實根本就是 如果那天不斷挑剔你 不斷說你 或者不斷不理你 或者很衰的對你 就是belittle你 或者什麼 他其實是looking for你的reaction 他有一種他自己 不知道這個craving crave for你的reaction 你如果給了他 他就 哇 越吃越多 越吸越多 越能量越大 然後他就越來越搞你的 但如果你不給他反應的話 或者你 這樣 這樣 笑著這樣 或者好像 沒事 你說 你繼續說 我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 他就覺得沒有人的了 他沒有人慢慢就 就 就 沒有 那 還有 你繼續做好你自己 你繼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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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人好 繼續去正面去 去想事情的 嗯 很有趣的 你怎樣 對人呢 你重視人呢 他慢慢突然間 會有一天 有個自己的一個flip 那這個自己的flip 就要等他 在他的timing 裏面 給他自己去flip那個channel 或者可能一輩子都不flip那個channel 但是OK 你重視他 可能他有一天都會重視你 那這個就是我 學到的東西來的 嗯 都需要很長時間學啊 知不知道 因為 以前可能小時候 還很 很immature 就是很多事情都不會想 看的東西很認真 很執著 很觸緊 很不放過自己 但是到你長大之後 你慢慢你會 學會處理到 那 將來如果我再處理到一個 同事啊 又或者 遇到同一樣 類似的經歷的話 我會知道怎樣做 我會 我會 沒有那麼 就是不要被影響 然後繼續做好自己 人生只有一個 嗯 就是 是你自己的life 你 make the most out of your life 你不 不需要你其他人 就是 是想怎樣去活著 而且真的 不要 不要跟隨這個 世俗 是不是叫世俗 不要跟隨這個 不是別人 別人說好就是好 不是別人說正就是正 你有你自己的 對 所以 最重要都是 嗯 聽著自己的心 你的心呢 其實永遠都是 最清晰的 你這裡其實是很窄的 你用這裡去解決問題 你用這裡去處理事情 其實是帶你不是太遠的地方 因為這裡 這裡是很 這裡很crave for 一些drama的 很crave for 一些故事性的東西 嗯 很crave for 一些 嗯 怕的東西 恐懼的東西 就是 一些可能 富等亮一點的東西 這裡 很多時候 我不知道你們是否和我差不多 都很容易的 如果我跟隨我這裡去想 我就會容易 富等亮重一點 但是如果我 撇除了 想就是想 讓它想 就像那些樹 動來動去 下雨也好 曬太陽也好 就是 Thunder也好 它們都是 很安然的 很安然的 就是因為它們用心去生活 那心呢 就會是最靜態的時候 那 那 對了 那就最好了 對了 這個就是我的小小的分享 那 還有 不要有emergency 就是不要覺得很emergency 那些東西 嘩 你什麼都很emergency 我是不是 吹水吹太厲害了 就是 嘩 想跟大家知道 嗯 很多emergency 的case scenario 如果你 你經常都可以emergency 你怕 哎呀我要回覆個人 人家message 我要馬上回覆 但是你都還沒ready 你自己 他emergency 都是那句 他emergency 就是他的story 你交給他自己 你不emergency 你就不要emergency 最重要是靜態的時候 你才去覆人 或者去找人 或者去處理解決問題 來來去去都是那些 OK 那 希望大家今天呢 就過得開開心心 好像植物那樣 永遠都是開心的 永遠都是很 很安然 很舒服在自己的 現在的狀態 嗯 任何的 風吹雨打 都是能夠 很安然地去面對 和承受 那 那 很期待 很想念你們 你知道嗎 粉絲們 真的 唉 真的 有時候呢 我生日的時候呢 我看很多你們在IG 啊 微博啊 啊 我還有什麼 Facebook啊 YouTube啊 你們寫了很多生日的 HAPPY BIRTHDAY給我呢 又拿回我以前的舊片 19歲啊 20歲啊 26歲啊 30多歲 現在30多歲了 那些片給我呢 然後又給我一些照片 我看回呢 哇 以前那種回憶 真是 真是很棒 我知道是難得的關係 跟我的粉絲們是一個很難得的問題 嗯 這種緣分 我希望我們可以繼續延續下去 雖然我不知道 上天的安排 給我們的緣分是怎樣 但是我很希望我可以再次見你們 還有 希望將來可以繼續做到一些 適當時候 我可以出來的時候 希望可以做到一些很好的製作 那就 可以繼續去玩我自己喜歡的東西 那 take care everybody 嗯 好掛著你們 好 希望你們各個都是有peace的 是 是 心靈安 安好的 平安的 那 Thank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for liking my videos and 我會再見到你們 拜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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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